裡面的話就會有一個圖形物件模組參考 裡面就會有Application物件 Application 有沒有 這裡有沒有看到Application 這個物件 那實際上我們常用的像什麼 Range Sales 其實裡面都有了 我想各位有有有興趣的話自己再看一下 那什麼叫Application物件呢 基本上Application物件 指的就是什麼代表整個 Microsoft itself應用程式 本身啦OK 然後裡面的話就會有一些相關的屬性 那我們如果要把那個關掉 就是很簡單 把那個Application那個物件名稱打上去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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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它裡面有個屬性 電什麼呢 叫做Displace Dis 其實你打一個Dis應該就出來了 它叫做DisplaceAlone 所以跳出來那個東西叫做DisplaceAlone 就是 訊息的什麼呢 一個訊息對話方塊 叫做DisplaceAlone 然後呢 按空白鍵之後呢 再加個等號 它會自己跳出來 要不要跳出來呢 不要 False 就是讓它DisplaceAlone 關閉 對不對 關閉之後的話呢 特別注意啊 你把它Delete之後的話 記得再把它打開 那怎麼打開呢 Ctrl C一下 移到這邊 Ctrl V 等於什麼呢 等於True 因為如果你忘了把它打開的話 以後 你想要它出現的時候 它也不會出現 就被關掉了 所以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那我們把它更改過之後的話 再試試看 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呢 它就會很流暢 而且以後如果你要刪除100個 100個都不會提示 反正就一直 一直刪 刪完之後的話 就解決了 OK 所以將來如果會跳出 討厭的這個訊息方塊的話 你就記得 叫做Application Dain DisplaceAlone 等於False 這樣就可以了 OK 畫面先換你 各位那剛剛那個 程式碼的話 就是在第2章 就是在這個地方 OK 試試看好了 我剛剛寫的程式碼 把畫面還給各位 好